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看人类奇怪的DNA 近年来 基因研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进化的了解 在早期 当人们观察人类和其他物种的进化时 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 比如 关于人类 我们通常说 我们的祖先最开始是从黑猩猩和猴子中分离出来的 然后发展成为了智人的祖先 但令人困惑的是 随着我们对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们发现 不仅有智人存在过 其实同时期还生活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始人 只是他们都已经灭绝了 比如 在现代人类占领亚欧大陆之前 有两种所谓的古人类 一种是广泛分布于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尼安德特人 还有一种是分布在亚洲大陆的丹尼索瓦人 科学家们现在认为 早在四万年前 地球上至少有八个类似人类的物种同时存在过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智人是唯一剩下的物种 而其他的都灭绝了呢? 有研究学者提出大胆的假设 说 这个星球上的类人灵长类动物的进化 正是因为外星生物对我们进行了人为干预 才导致了我们是唯一存活下来 还进化的如此先进的物种 而地球正是他们的实验室 后来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个和染色体有关的奇怪现象 先说说这染色体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 当我们谈论基因组时 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储存在染色体中的DNA 生物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是 清源关系密切的物种通常拥有相同数量的染色体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 我们认为因为我们是来自于灵长类 所以我们一定也有48条染色体 就像灵长类一样 然后科学家们发现这并不是真的 因为人类有46条染色体 那另外两条染色体去了哪里呢? 这就成了一个微解之谜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这些缺失的染色体 可能是导致人类比其他物种的智商更高的关键 此外2005年一组科学家还发现 人类的二号染色体是由原类的两条染色体融合而来的 因为它与原类的两条染色体完全吻合 那问题来了 是否是因为这两条染色体的融合才导致了人类和原类分道扬镳呢? 又是谁融合了这两条染色体呢? 很多研究学者认为 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由什么东西介入并融合了它们 除此之外 科学家们还在人类的DNA中发现了来路不明的节点 就在2018年4月 澳大利亚悉尼加文医学研究所的丹尼尔·克里斯特博士宣布 他在人类的DNA中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 克里斯特团队发现 人类DNA的形状不仅仅是大家熟知的双螺旋结构 其实其中还有丝联体的DNA 而这些被扭曲的部分被科学家们称为结 虽然这些结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 但科学家怀疑 这些不同寻常的DNA形状 很可能在人类的进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观点是说 这些结也可能是让人类变成先进物种的原因 研究人员说 这些结就像人为添加进去的信息一样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知道人类已经完全有能力可以编辑DNA了 然后还可以把改良后的基因再传递给下一代 那人类基因里的结是否是外星生物所为呢? 有没有可能就像一些研究学者提出的那样 这些神秘的DNA结不仅在人类进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是外星生物操纵人类DNA的物理证据呢? 此外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还提到过 2007年通过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约翰·霍克斯 对8万年前的人类基因组进行分析后发现 在过去的5000年里 人类DNA的进化速度 大约是这8万年里任何时候的100倍 那是谁在5000年前编辑了人类的DNA 使得人类变得比其他的动物聪明许多呢? 也许再来看看一些特殊的案例 就能发现更多的线索 在世界各地 成千上万的人报告被外星人绑架 而且那些被绑架的人的共同点是 他们与某种基因工程有关 虽然这样的报告很少被官方认真的对待 但许多研究人员认为 被绑架者的描述太过相似了 所以如果说他们在撒同类型的谎言 可能是有点说不过去 比如如果有一个人说 他在山上看到了大脚怪 你可以说他是在撒谎 但是如果有10个人或者20个人 甚至是100个人告诉你 在那座山上看到了大脚怪 你会不会开始认真的考虑他们说的话呢? 在1965年10月25日 《波士顿旅行者》杂志报道了第一起有记录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据报道 贝蒂和巴尼西尔深夜开车经过新汉布什尔周时 一个大飞碟迅速接近了他们 然后在他们的车上方盘旋 这对夫妇声称他们被带上了飞船 并接受了大量的医学实验 而且外星人还从他们身体里取走了人类生孩子必备的两样东西 在西尔夫妇广为人知的外星人绑架事件曝光后 这50多年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也说自己有了类似的经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通常都有些共同点 他们会提到那些外星人从他们的身体内取走东西 比如血液啊DNA等等 而且他们对外星人的描述都很类似 基本上都是有着大大的黑黑的眼睛 而且身材矮小 很像大家俗称的小灰人 后来在一起令人震惊的外星人绑架事件中 甚至还有胎儿从母亲的身体里神秘消失 这些都是医学上至今难以解释的现象 这起事件发生在一对拉斯维加斯夫妇的身上 那是在1987年 戴安和布雷特正沉浸在即将为人父母的喜悦之中 当时戴安怀着他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快四个月了 据戴安回忆 事发时他们正在睡觉 不知是几点 他突然惊醒并坐了起来 当时他发现卧室门是开着的 还有三个人形生物站在门口 戴安被吓得目瞪口袋无法说话 然后他的眼前一片漆黑 当他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金属床上 被固定的死死的完全无法动弹 他不停的哀求 请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和孩子 接着第二天 当他醒来时 本以为只是一场噩梦 却没想到床单上见了红 他的丈夫布雷特赶紧把他送到产科医生那里 医生看到如此多的血 认为孩子多半是保不住了 可在做完各项检查后 他疑惑不解 因为他发现 居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戴安曾经怀过孕 医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上个星期他才给戴安做过产检 这名四个月大的胎儿突然失踪 让医学界的许多人感到困惑 那有没有可能像戴安说的那样 他未出生的孩子是被外星生物带走了呢 如果有 那目的是什么呢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戴安的故事 以及许许多多被绑架者的叙述 都有着惊人的想死之处 这也许能证明 外星人一直在干预着人类的进化 说了这么多 肯定有人会问了 当你说有人类被带走 被进行基因上的更改 那我们能实际上 找到那些被改良过的人吗 在2018年的纪录片《超人!隐形便有形》中 著名的未来学家卡洛林·科里 研究了一群 表现出惊人超能力的孩子 在实验的一个环节中 卡洛林测试了孩子们 戴着完全遮挡光线的眼罩 却依然能识别物体和图像的能力 在世界各地 科学家对许多儿童 表现出的额外感官能力感到困惑 至今也无法完全用科学解释清楚 这些有某种超自然能力的孩童 被称为电缆小孩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他们是经历了某种基因改造 才拥有了特殊的能力 电缆小孩 总的来说 在各方面都显得不同于普通的孩子 这些孩子 要比自己的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聪明很多 他们使用的是与生俱来的特殊天赋 比如在心灵感应那个领域 他们可以捕捉到别人正在思考或感觉到的东西 很多相信配种论的研究学者认为 这些电缆小孩正是外星人操纵人类DNA的结果 而且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特殊能力的人 这是事实 有人说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 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和转型的时代 现在的我们想要移民火星成为多行星物种 也许这正是外星人想要的结果 因为他们想让我们最终迁移到太空 像他们一样 普通通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